不小心买到一块特别肥的五花肉 来做肉纸扎吧 适合低碳饮食的朋友做零食来解馋 剩下的猪油还可以用来开酥做点心 或者炒菜拌饭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物 首先一块五花肉去皮 去皮的五花肉做成纸扎 吃起来才不会难嚼各牙 把它们切成大概一厘米厚的条 我这块五花肉去完皮大概350克 取一个不粘锅中火 把五花肉先干煸一下 放入一片姜 姜用来去腥 煸炒一会儿后倒入约100克的清水 再撒适量食盐 中小火一直把水靠干 然后就可以转小火 慢慢地来煸炸五花肉条 直到它们都煸成金黄色 肉条稍微变干一些 就可以捞出来沥干油 晾凉一点就可以吃了 这个肉纸扎呀 不管是下酒做零食 还是炒青菜都非常的好吃 剩下来的猪油 倒进小罐子里放在冰箱冷藏 如果你喜欢我的配方 请点赞收藏加关注我吧 明天我们来用纯蛋白 制作棉花纸杯蛋糕 我是维珊妮做棉包的山妈 有问题来评论区找我呗 不用怕 そうですね 开后 我们再评论剐 肯定的 在嘴里面 都能弄得 组论剐 肯定的